美国海军陆战队与美国空军的B1B战略轰炸机部署挪威 目标直指俄罗斯的战略要地北极 这一拳究竟会打在俄罗斯的软肋上 还是会打在钢板上呢 方老师 我觉得首先它肯定不会是打在俄罗斯的软肋上 因为这个北极这个领域的挣作 至少从目前来看 它肯定不是俄罗斯的软肋 而恰恰相反 它应该使俄罗斯不多的 可以跟美国跟北约好好的掰执一下 争锋一下这样一个领域 我们也都知道 俄罗斯这些年来在北极的投入是非常之大的 你比如说新组建的北方的这个司令部 和其他几个战略方向同级别的 这么一个高规格的战略司令部 比如说它专门组建的 用于北极地区作战的作战部队 甚至包括地面的北极部队 所以你可以看它是动作频频 你能说这是它的软肋吗 至于说会不会我们讲事物 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踢到那个所谓的钢板上 这就要看美国包括它领衔的整个北约 在这个领域持续的投入 能够投入到什么样的情况了 如果它的长期的持续的投入 我就在这跟你死磕 我一定要跟你俄罗斯在北极这个领域 拼出个高低胜负 拼出个你死我活 以美国的国力 我们要承认它现在的综合国力 真的跟俄罗斯不是在一个数量极致上的 它恐怕不是踢到钢板上 而是钢板对钢板 铁拳对铁拳的 这样的一个硬碰硬的 这样一个结果 当然如果它的持续的投入 不能保证的话 那恐怕俄罗斯在这个领域 继续占有某种先机之力的这种情况 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就知道这个请向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